你懂 我想是只有你不懂的 我都找得你懂 改編電視劇 重上雲霄半上大螢幕 找來演員古天樂 張智玲 郭彩杰主演 港台演員一起表現 影迷期待已久的這部片 終於上映了 而這個月 一口氣就有八部港片 同時上映 故事講述 四個竊賊 把小八改成衝鋒車 企圖搶劫 上演熱血沸騰的警匪 大戰 過去的港片 大多都以成龍周星馳居多 而近兩年來 港片來台數越來越多 那其實之前港片 也曾經很紅過 大家成龍 大家都是看成龍的港片 什麼還有周星馳 只是最近又在 好像有付出的感覺 也有很多一些服務局 他們香港的影片的計畫 那他們可能有些東西 對台灣來講 還是滿有吸引力的 港片為了迎合 亞洲市場題材 越來越多元 而進軍台灣電影市場 沒有規範可言 只要能吸引觀眾 就有片商願意偷錢買進 而日本片進軍台灣的數量 也逐年成長 像是2014年港片有11部 日本片就有16部 光在今年上半年 港片就有13部 超過去年的數量 而日本片也不慌多讓 日本片進軍台灣 逐年成長15% 但想要進軍大陸 可沒這麼容易 光是一年的外來片 只開放40部 想要擠進大陸市場 恐怕也只有日本的動畫片 這也難怪近幾年 港日電影紛紛進軍台灣 搶攻影迷荷包 這也因為我目的臺被遭不到 那